新竹竹北光明商圈旁的公园金船又同案 有家长昨天在脸书上表示 印男子试图用棒棒糖来诱拐小孩 但警方调阅了监视器 并没有发现到可疑男子 事后询问破文的家长才得知 诱拐情节竟然是小孩看故事书所想象出来的 而破文家长也赶紧发澄清文表示 对于造成大众恐慌感到很抱歉 远景一早大动作到公园里来回巡视 查看是否有可疑人士 因为这里穿出有可疑男子诱拐小孩 家长在脸书上po文 14号在新竹县竹北光明商圈旁的公园 有一名男子穿黑外套戴墨镜还有粉色口罩 锁定身边没有父母的孩童 拿棒棒糖谎称自己是小孩父母的朋友 诱骗小朋友眼看没有得逞 这名男子随后开着车离开 你会不会担心 当然会啊 我还是都会在旁边看着 因为就 因为人多的时候通常就是会有一些怪人 由于光明商圈位于竹北市闹区 贴文一出也让家长们心惶惶 警方获报号调月周遭监视器 不过并没有发现可疑男子的身影 赶紧联系原破文家长到派出所说明细节 经当事人到手说明 表示询问其子后 家长才得知右拐情节为儿童所想象 非是有该情节发生 原来是乌龙一场 原破文家长的九岁孩子 看故事书所想象出来的情节 家长得知后也赶紧发出澄清文 表示造成大家的恐慌非常抱歉 警方则呼吁 散布谣言可以以设违法处三天以下拘留 或最高处三万元罚还 只是警方考虑到家长是出于善意 事后也马上澄清 而说故事的小朋友年纪也还小 因此不会对他们开罚 借许之前新出报道 专属局人您 não可以打算 警方则呼吁 借判断 优优独营